所以教育重要了 我们看到 华藏世界 华严经上所说的 看到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美好到即处 什么原因 这个世界里的居民 一个问念都没有 一个杂念都没有 原因在此地 有因必有苦 所以他这个世界里的美好 这个世界里找不到一点确信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这个世界 如果人都觉悟了 都回归自信 也像极乐世界一样 没有一个杂念 没有一个悟念 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就没有两样 那么由此可知 在这个太空当中 每一个星球 都可能变成极乐世界 每一个星球 也可能变成苏婆惠土 跟我们现在这样一样 在人心的决于敏言 佛菩萨慈悲 硬化在世界 帮助我们救 救济贫苦 佛经上常说 那个瓶 不是物贫苦 物质深和贫苦 无所谓 知识的贫苦 那才是真大的问题 所以佛救济贫苦 用什么 用教训 帮助你认知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真正认识了 念头一改变 你的环境就转了 一个人救 一个人转变了 一家人救 你一家人转变了 你这一个地区的人 研究这个地区就改变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以前我们是在 圣贤典籍 金本上 找到这些理论 这些方法 我们自己 一叫修行 修行两个字 也要搞清楚 修是修正 行是行为 我们很多想法 看法 错了 说法 做法 也错了 把这些行为 修正过来 标准 是 圣贤的教会 确实 我们自己 改变了 真的 利苦得 落 也就是 对于苦落 不再计较了 不再执着了 什么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真好 真快乐 圣经 逆境 善约 卧约 没有一样不好 从五十三餐里 都修了 这些道理 这些方法 教会如何落实 在生活上 做了五十三餐 完全明白了 会用了 你一家能转 那么你的家庭 真的是菩萨家庭 也就是 觉悟的家庭 佛经上 觉知之家 不一样